我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就到芝加哥市最中心的地方 所以在芝加哥的外围呢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其中包括油要加满 然后你这个什么冰箱都要 grocery全部都要买好 因为如果到市中心的话 再开出来就很不方便 现在那边道路非常狭窄 停车都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你要把grocery先买好 然后呢 还有你要把水降加满 然后那个废水那dump掉 所以我今天就找了 有很多软件找这个 但是我从一个软件上找的 这里Dunners Grove Sanitation District 所以呢它有一个RV的 有一个RV的waste station 就是dump station 所以呢 它比较好的就是在芝加哥的外围 而且就在高速公路附近 所以我下高速差不多五分钟 然后我就可以来这里dump 那现在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是要继续赶入 要去芝加哥里面 然后芝加哥里面呢 基本上没有 在任何一个软件上呢 都找不到任何就是可以过夜的 或者说是 这种房车营地 所以好不容易就是 它有一个给卡车停车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附近 那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给卡车还有RV停的 所以就是dry camping过夜的 所以我现在就去那个地方 进芝加哥之前呢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把那个perpen就加满 因为没有perpen的话 它就是你不能烧饭嘛 当然我在芝加哥里面不会非常久 可能就待几天时间 但是还是加满比较好 所以我在来的路上呢 我已经找了一个小镇去加这个perpen 因为这个perpen还比较难找 有些U号它不加这个东西的 然后我又不想进那个房车营地 所以我现在perpen已经加满 然后呢这个battery好像已经坏掉了 虽然显示是满的 但是呢 我想要开动发电机都是有问题的 那就看它能不能启动这个发电机 不行 不行 这个电马上就少了 少了很多很多 这两个电池基本上没用了 然后fresh water 刚加满 然后这基本上是不准的 它black water 刚 dump 掉 然后gray water 也是 dump 掉 所以说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进芝加哥就是比较 dry camping 就完全没有问题 dry camping 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 我已经差不多买了四五天左右的这个grocery 所以这边上是问题不是很大 给什么 有什么 的 证明 证明 真的 匿东 请问一下 我eter 你可不出来 要eres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 那个芝加哥非常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叫 McCormick Place McCormick算是一个展会中心嘛 就是基本上算是可能中西部最大的 如果不是全美国最大的话 It's the second biggest If not the biggest one in US 在这里呢就是直接可以看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一些非常高的一些建筑 包括就是中间这个这个是Trump Tower 然后呢这个是Aon Insurance Company 然后那这个比较高的呢有三个楼连在一起的呢 St. Regis Chicago 是一个酒店 然后加公寓 你呢还看不到最高的那个叫Willis Tower 但是呢基本上剩下的这三个就是排名第二 Trump Tower排名第二 然后呢这个是St. Regis Chicago的排名第三 然后这个Aon Insurance Company那个Building的排名第四 所以就是排名第二三四高的建筑都在这里 就是我在这个停车的停车场就是就能看到了 但这个停车场呢是什么都没有的 它是没有水没有电 所以你必须要drive camping 那但是能有这个停车场已经很不错了 Chicago呢是一个非常RV unfriendly一个地方 unfriendly就是说 它是对RV非常不友好的 就是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RV的Campground 或者说是RV Park 这里是唯一一个就是它因为它要给 因为智大哥它是个物流中心嘛 所以它有很多那个trucks就是18 wheelers 它要经过这个地方 然后拉直重箱 或者说拉这个truckload 是不是 然后所以他们都要找地方过夜 还有呢智大哥 因为它市中心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 它有很多游客 所以它有还有很多那个tour bus 所以呢也是会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晚上呢我经常会看到tour bus直接停进来 然后呢驾驶员就是离开 RV然后tour bus 然后呢还有这种trucks 就是反正就是这些大型的这种车啊 全部都停在这里 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停RV的地方 所以其他我就是我找了很多软件都找不到 你要不就是停在非常外面的地方 就差不多离Chicago Downtown的一个小时之外 那会出现一些campground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如果你有一个代步车的话 你像我呢我的代步车呢就是我的摩托车 那昨天我把它拿下来 我先尝试一下能不能用这个车呢 在这个local出行 那我发现这个车刚好 因为它的排量呢它只有300cc 7cc的那个排量呢上高速公路很吃力的 但是呢在local就是这种 西卡古非常拥址的街道呢走来走去 那是游刃有余啊 那完全能跟上就是local的traffic 而且呢它因为小所以说转弯 冰港呀什么都非常的轻松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一趟下来 那基本上两个星期都没有进营地了 但是呢 虽然没有进营地可以省钱 但是很明显就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没有水没有电 那你每天都要换地方 然后呢每天都要就是 像西卡古现在这个天气 我也是挺无语的 就是非常热 所以晚上还要开空调的 在芝加哥跟那个几个车友见面 虽然他们都没有车 没有房车 但是他们都非常喜欢房车 所以我们这个是Michael Michael呢在这边是DDS 就是牙科医生 对牙科的博士医生 现在就是有自己的 现在是在打工 但是呢准备开自己的那个诊所 对以后可能会自己开 这位是Garry Garry你是在那个 你说一个科技公司 对做IT Software IT 在在智大哥那个 对 Dantown 在Dantown 在一个小公司 小公司 Hospitality 所以他们几个都是科技公司 所以说那个房车非常适合他们 这是我们的那个大哥Jack Jack经历非常丰富 去过很多国家 对 然后现在是呃 也是做科技公司 对对对 startup 做了两年 快差点快要出来了 哦 对 而且他自己还投资很多那个 apartment 所以说他完全可以遥控 这个这个东西 完全在车上办公 所以可以准备再到处旅游一下 啊 然后这位是Marco Marco你是呃 也是在Chicago Downtown上班 所以也是就是做做科技公司 对 车选 车选业的那个后端的开发 在Allstate Allstate 对 就是美国 美国好像最大的还是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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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大的insurance company 100千 对 所以你也你也准备就是弄个房车车上办公 对 刚才也是想可能classBR或者这些比较好事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皮卡比较厉害 呃 这个各有优势吧 对 对 对 而且Marco就住在这个Trump Tower后面 嗯 他就住在Trump Tower后面 我那个 我一个新事前那个房车直接开到那个Chicago Downtown 好像离那边也不远 但是呢 你你你你那个地方实在是太拥挤了 对 这个房车我觉得还是很难开进去 对对 所以可能搞个皮卡比较合适的 在我那边就要停啊 然后 对吧 再 嗯 再搞个脱格啊 脱格可能某个地方停一下嘛 记得到郊区了 对 那那郊区 以后有小孩可能会考虑郊区对 我们是这么小的 那那郊区好 也有小孩可以 比如说Naverview或者Shambla这个地方 别别呢 就去比较好 对 对 对我们是在这里吃个午饭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Airstream看一下那个房车 现在还在芝加哥 今天刚好是Labor Day 芝加哥以前的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他们不是房车的车友就是以前我在芝加哥认识的 然后他们今天破天荒的说要来露营 所以我就直接把房车直接到这里一个州立公园 州立公园在芝加哥算是比较少的 不像在西海岸那个州立公园一个接一个 俄勒冈更多 但是呢 在芝加哥有一个州立公园已经不错了 所以来到这里叫Kankaki什么的 他们就是就是露营 开车过来 然后搭帐篷 然后我是唯一 唯一就是开房车过来 所以 这个房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晚上不用睡帐篷 其中一个人跟我换了个位置 说说他这个这个side比较小 就没有那个水泥地 所以他到那边去了 就把我的那个side占掉了 我那个side是最大的 结果我到这里发现那去前后非常不平 然后我本来可以用 本来想想用那个就是长得像Lego一样的这种 电片把它垫起来 就这种电片把它垫起来 但发现不够勾 就我直接用这个这个ramp 这个ramp是别人就是换机油用的 就是要把车开上去换机油 发现这个ramp非常好 它就是非常的结实 直接直接我四个人子都 因为我刚好有四个 然后四个人子直接都开上去 然后现在是刚好平 就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后面 就是前高后低 就有这么严重 前高后低睡起来非常不舒服 把你拍进去了 行了 我大哥去看一看我是长什么猴样 对 这位是我们那个芝加哥的朋友阿浩 他不是房车的车友 就是我以前在芝加哥认识的朋友 阿浩算是我比较佩服的人 有三个人我很佩服了 一个是阿浩 另外一个是曾毅 第三个是Wendy 他们两个都是博士 你说环境工程 然后曾毅他是数学博士 还有一个Wendy已经搬走了 他以前是清华 晚上要用一个呼吸机 结果这个线不够长 我就必须把我的房车又开回到这里 然后给他接电源 你看 他呼吸机放里面 然后这个电源 然后有个extension 然后再到我的那个插座上 然后为了给他接电源 然后我就房车又开回来 然后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用我房车的线 你看我幸会我的房车的线很长 所以呢 他今天晚上就终于可以呼吸了 曾毅 你要上我的视频吗 我啊 我停下 怎么上 走吧 曾毅也是我以前那个 就是芝加哥认识的 芝加哥认识的朋友 你好你好 曾毅没有房车 但是呢 我在开始房车旅行之前就认识他 也是我比较佩服人 他是数学博士 在美国都是数学博士 对的 你一开始说你本来要进那个大学 是不是 后来没有进大学 对 那是offer拿到 然后老公的工作 在芝加哥 然后我就从富金山 我们就搬过来了 搬到芝加哥 所以说你现在在一个中文学校 就是教SAT的数学 对 教SAT 教竞赛数学课本 还有教那个高中几个 因为曾毅呢 我认识 我觉得他就是活泼开朗 所以他的教学的风格 应该是就是非常轻松愉快的那种 还好还好 那你数学博士教这个SAT数学 会不会大才小用 没有了 其实都 你想你是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吗 你可能会发现不同的方法 你可能在通 他们教也许只是就题论题的教或怎样 那我会把这些 从一个整体的 整体的一个角度上去讲 OK 他们这一个 这一传线应该是考什么 会有哪些考点 组合到一起以后 你会用什么的方法做 怎么能做的更巧妙 你可能是一个数型结合的问题 来解决这个代数的问题 可能更快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 不同的角度去解决 一成一个问题 孩子们很喜欢 他很开会他们的思路 我其实以前 以前我不是接触过这个SAT吗 中国的学生一般来说 做这个数学就是很轻松 但是北美的就比较困难 也不是 国内其实我还接触到不少国内来的孩子 他也不见得能考好 因为他那个 现在SAT对阅读的要求比较高了 现在就是还会出现长段的阅读 然后让你迅速 就是概括总结出数学类的问题 然后你才去解他 所以很多孩子 他大概在那个阅读的部分 他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一道题一分半 因为他要求一道题大概时间 这一分半的时间做完 那这个中国的孩子可能读不完 读完了之后或者没时间做 就是这个他的速度会慢下来 但是不一定 他们说他们还是要训练一下 对所以说你就是主要focus 也是提升他的做题的速度 什么的 就是阅读的速度 整个的做题的正确率 他们考分会高吗 我以前一向是学渣 那个什么数学 就碰到数学博士 感觉非常难以置信 比如说你虽然based在Chicago 什么neighborville 但是呢 因为你现在都是onlineclassist 所以说你不管在哪里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上课 是的 我说今年还有加州的 像犹他州的 还有在那个马赛兰斯州的 还有在纽约 他们都会来找我上课 就是确实是这次疫情 给你带来了不少 就是不同的地方的学生 以前不可能的 只能是local上课 现在真的是有朋友介绍 会从不同的州来找 你上课 在疫情之前 你都是去你那边附近的 那个瑞华中文学校上课 那个是我的就是星期六 我去做一个下午 相当于就是 他们是比较non-perfect的 你会给我们自己 neighborhood的小朋友的 相当于就是帮助他们 你想这个学费很便宜 帮助他们学习的一个 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所 大家都在那儿 属于办义务的 就是相当于就是在帮助 整个就是社区 那平时我自己是做私教的 所以学生们有的时候 在在在我家里上课 但是那时候 我一般就是一对一的比较多 因为毕竟家里嘛 位还是比较小的 那现在online就不同了 现在就是群课了 就是比较多一点了 因为online已经不限制人数了 就真的是很方便 现在不是一对一 都群课了 不也有一对一 就是我的一对一也收 群课也收 就是看情况 因为一对一毕竟flexible 时间flexible 群课就不能改了 一单固定好时间 就是雷达不动的时间 都不能变换了 你能大致跟我说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一对一 收费是怎么样吗 80 80每一小时 对81小时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收 当地的比如说高中生 他们GPA嘛 平时的成绩要算在 他的身体大宣的 对对 很重要 现在是更重要了 因为现在sat已经开始 optional了 那大家毕竟要看一个成绩 那你的在当地学校的 那个GPA特别重要 那很多孩子为了让你的GPA 就是保证一个好看的GPA 或者说选一些非常 challenge的课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 就是说可能有的孩子 需要辅导 像像有些孩子 可能之前是好孩子 就是说成绩 他一直都是好孩子 就是说之前成绩不错 但突然学了 比如说学了一个 Calculus BC Multivariable Calculus 就是大学的课程 AP以上的课程 他那个理解的程度 突然要求很高 难度一下子 不是一个直线这样子上升 而是一个T度上升 那有的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适应 前两个周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 还没有习惯 还没有明白这个concept 一考试已经得的C得了D了 那他又不能drop 你就不能 那你就只能有的时候 就需要一些额外的辅导 那就家长能帮忙 或者是找姐姐 哥哥帮忙 或者就是说找私教帮忙 就是大家都想想一些办法嘛 这就是我遇到的学生 有些情况 大多数有一些都是 badly need 就是非常的需要 紧急需要 今天就是我回到芝加哥嘛 然后跟他们一起露营 你们好像也是破天荒的 就是出来露营嘛 你们平时露营吗 去一年 去年就录了一次吧 因为疫情嘛 也不敢 今年吧 就是胆子大了一点点 因为都打针了 对 所以所以今天就是刚好破天荒 你们出来露营 然后我刚好赶上 对 正好你又来了 正好 就一起嘛 I did a couple consulting gigs my rate is 350 an hour 350 an hour for consulting what well actuarial science what for my job oh yeah oh yeah like if someone wants to talk to me or whatever or take a video of me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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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你还是对着听透吧 嗯味道真的不错 oh really huh you got like a burning bowl but i guess it's hard right because me oh this i want my marshmallow to light on fire 这个皮 i want for that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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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got a goodhealth op True lice warm oh it a great beaut Mo op i want for th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